大早安 过今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14号宣布 对大陆电动车钢铝等特定的商品要加征关税 台湾时间15号凌晨是在白宫的玫瑰花园谈话中 他左批中方的大量补贴 不是竞争而是窃取 那么又打前总统川普 和北京签署贸易协定根本就没有用 他也反击了川普曾经说过 拜登让中国吃定了美国 那么现在呢 拜登他也回响 川普他才是喂养大陆很久 那么可以听到呢 拜登认为川普任内从来没有打击过 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也形容川普一直以来都在喂食中国 跟批评他在任内并没有兑现承诺 那么当时呢 在这个白宫当中的谈话 记者会上他就谈到了 大陆是大量的补贴商品 压低了陆制商品价格充斥着美国的市场 那么中方还威胁呢 美国公司要转移技术 才可以在中国大陆来做生意 种种反竞争手段不是竞争 而是窃取 这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一个伤害 甚至呢 拜登他还回忆起 在2000年的时候 录制的钢铁充斥着美国市场 导致了宾州还有恶害 俄州1.8万米的劳工失业 他的誓言呢 不会让这个事情呢 不会这是让 不会让这个事情再重演 因此呢 就宣布了要加人关税 着手对价值180亿美元的录制电动车 锂电池 还有矿物 太阳能板 半导铁 钢铝以及医疗用品等 一共呢 是七项的相关产业 产品来提高或是开征关税 那么自今年起会花三年来 分阶段的上路 那么这项措施呢 看着是拜登他主工业来 他上任之后呢 对于中方实施最广泛的 关税的措施 那么尽管拜登他表示 这是和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 不过呢 大陆方面可是不买账 因为大陆商务部在昨天晚间 就立刻回应他们就抨击了拜登 表示呢 拜登他是违反了 不打压中国不脱钩锻炼的一个承诺 强调呢 陆方现在会坚决的回应 那么这场在白宫美规园召开的记者会上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还有贸易代表戴琪 他们也是都受邀出席 那么可以看到呢 先看到叶伦 他是似乎呢 这个表情好像很无奈 眉头深锁 彭博呢 其实就曾经访问过叶伦 是不是真的呢 美国是想要和大陆来打一场贸易战 那么当时叶伦他就回答道 美方现在正在稳定双方的经济关系 尽管呢 是不想要和大陆脱钩 不过呢 美方是真的认为 这个赛场应该是要公平 而他也期盼呢 这个措施之后 不会看到北京政府的大动作的回应 而再来看到呢 坐在旁边的戴琪 他则表示呢 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来解决大陆技术转让的政策 对于美国工人还有公司所造成的伤害 而且在今天的白宫记者会上呢 15号的记者会上带起他更直接地点名 大陆的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在墨西哥设厂制造油电混合皮卡车款的 这个忧虑 他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监控中国的业者 在墨西哥的动向 一起来看 第二个问题是在美国的预防污染 和美国的预防污染 在美国的预防污染 这就是我们的建立了 这就是我们的建立了 要联系和关注的 而是要关注的 那会需要一种不同的路程 这是在货币的 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你所谓的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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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指出在墨西哥生产车辆的零部件 可以享受美墨加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议的优惠待遇 也就是说如果路车是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 那么路车就可以利用商业的后门 因此美方就呼吁了要阻止中国车 透过墨西哥来销往美国 因为这个会威胁到美国车厂的生存 那么同一个时间可以看到 比亚迪的油电混合皮卡车款 针对了美国一口气是调高电动车的 关税到了百分之百 比亚迪美洲公司执行长他表示 他们并不打算进去美国市场 那可以听到呢表示似乎这个不关美国的事 那路透就报道了 比亚迪认为美国提高关税的举措并不影响比亚迪计划 那比亚迪将在墨西哥设厂成为拉丁美洲的核心中区 可以为当地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 强调多个国家都期望比亚迪的投资 可以在墨西哥来设厂 那么针对拜登表态将对大陆的电动车等战略项目 加征百分之百的关税 德国总理萧斯和瑞典的首相克里斯特斯 在当地时间14号 对于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这个 惩罚性的关税的立场保留 瑞典首相跟直言 这将会破坏全球的贸易规则 先来看一段新闻的报道 这一段国总理萧斯被问到 对于美国决定要加征大陆电动车等项目的关税时 他强调目前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有50%都是西方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 而且必须考虑到欧洲还有北美的汽车制造商 在大陆的市场是取得非常的成功 并且是销售了汽车 其实萧斯他所说法指的就是 包括了德国宾市BMW以及美国特斯 那么萧斯就强调了西方和中国市场之间的交流 是非常的重要 不过事实上欧盟支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他将会在9月不久之后 他就会宣布 要对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补贴来展开调查 才可以决定是否对大陆进口的车辆 现在是不是真的要加征这个关税 那么路透社就指出了 随着美国11月的大选在即 拜登和川普都在比 现在谁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比较强硬 那么两个人都认为 在摇摆州 密西根 还有威斯抗星州 冰州等民众 其实他们这些民众 这些州 他们都是仰赖制造工业 因此反中贸易的政策可以吸引到这些选民 不过报道也指出现在要小心的是 此举短期内或许是可以保护美国的车厂 但是恐怕会伤害美国电动车的普及步伐 不利于拜登当局的流量政策 可以上这一节的前秀现场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